哈喽大家好我是音乐家 今天要来讲长笛的事情了 你想学长笛吗?正在学长笛吗? 或者是你的学生或者是孩子想要学长笛 可是你不知道怎么挑选最适合的长笛吗? 今天呢我就会来帮你们全部统整出来 根据你是谁整理出你的目标 然后呢告诉你有什么样子的需求 还有你需要考量哪些面向 那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 好的好的来来来 第一种就是完全的初学者 老实说就是完全的初学者可能有一类是学生 所以现在在看这支影片的你可能是爸妈或者是老师 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你现在已经成年了 然后想要找一下平常的休闲兴趣 然后决定来学长笛 所以你可以自己决定自己想要买什么样子的乐器 通常就是选购乐器都是要去店里面去试用试吹试拉 但是呢因为你还不会吹 所以呢我们先评估目标 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培养兴趣吗?试试水温就好 就是学校需要参加乐团 然后啊就选了个管乐团 就有乐器就好了 对产品表现没有特别的要求 这样子 这就是你可能的目标跟你现在的状态 完全的初学者呢我就会建议你 注意到这件事情就好了 请找出符合预算的知名品牌 那我会说知名品牌的原因就是因为 基本上这些大厂牌在乐器的品质都会有一定的标准 所以呢不会错就是你至少有一个基本盘 不会太夸张 而且呢就是通常大品牌都会提供售后服务 比如说维修调整 那你就不会有需要担心说 哦如果撞到啊坏掉啊 或者是有需要协助的时候 没有地方可以寻求帮助 所以呢就选知名品牌就对了 你可以透过店里面的这个顾问啊 长迪业务来咨询 或者是你可以问你的老师有什么推荐的品牌 要买多贵的乐器呢就看你的口袋有多深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投资多一点在你的乐器上的话 你可以买贵一点的 那如果你真的是还不知道你的孩子或学生 会不会继续学下去的话 就真的是试试水温 所以你就可以抓一个预算的上限 然后去问看看有没有适合的牌子 所以根据预算去选择知名品牌的乐器 就是完全的初学者需要考量的唯一的事情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 你是初学者但不是完全不会吹 然后你之前可能就是用家人的旧乐器啊 或者是学校的乐器 但你现在想要买一把自己的乐器的这种初学者 那我就会建议呢 还是要去根据你的预算来去买知名品牌的乐器 还是要看预算就是因为选择有真的很多 你如果有一个预算出来的话会帮你限缩 其实这样是最实际也最快速有效率的方式 好预算订好了之后呢 你就是锁定知名品牌 知名品牌呢一样会确保我接下来要分享的二三四点 第二个就是去试锤找出与身体适配度最高的乐器 所以呢为了做这件事情你就是要去试锤 如果是你要帮自己买的话 你就去乐器店去长笛店去试锤 如果你是要帮你的孩子或者是学生挑乐器的话 你就带着孩子或学生去乐器店让他试锤 然后看看他们的预算在哪里 然后帮他听听看他适合哪一种乐器 试锤乐器其实就是跟试穿衣服啊鞋子啊身上的配件一样 就是会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条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需求一样 还是去感受一下去拿一下比较好 我刚刚说的身体素质呢就是类似比如说嘴型啊 手型啊手指长度啊 然后手臂的长度 其实都有这些不同条件在 既然我们花很多时间很多钱去买乐器 去练乐器当然是要让身体最舒服的情况下是最好的 那通常初学者都是小朋友 你的孩子或者是学生的手可能还不够长 如果他很小的话 就真的没有办法吹一般size的长笛 因为这边真的会很酸 像我自己长大了之后才发现 原来我的身体是有策划的现象 因为长时间拿乐器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的左右边的腰的肌肉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会有一定的倾向 像我在重训的时候就常常会身体转向谋侧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造成的 可能也是因为从小学吧 所以才会形成习惯 那长大之后手臂长度够了之后就比较不会有那个问题 但是如果真的是很小的小朋友的话 就真的要注意身形的部分 找出符合你的身体条件的乐器 第三点就是呢 为了确保你的学长你的兴趣 不会因为这个学音乐路上种种的困难 种种的阻挠而扼杀了 所以呢 你必须确保一件事情 请确保你这支乐器呢 它的音准设计是OK的是好的 要不然呢 就是初学者通常在技巧还有听力还不太好的时候 是真的没有办法自由的控制音准的 所以为了避免就是吹出来太难听很容易放弃 你还是选一个基本 设计就是比较好的乐器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考量服务的部分 所以服务就是售后服务啊 跟你的采购的体验 你要去买一个就是 在你买回去之后有提供完整服务的品牌 那等一下后面我们会分享所谓的完整的服务是什么 好 以上就是初学者 第三种人就是你想要持续精进长迪 非初学者使用者 但是培养兴趣就好 好 如果你是这种人的话 首先我还是会说 还是先定出一个预算比较好 你的预算如果比较多的话 那你可以就考虑一次买好一点的品牌 直接直上高级品牌吧 如果你就是有一些预算考量的话 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些符合你的价格需求的中阶的品牌 或者是说你可以买二手的高级品牌的乐器 刚刚说到所谓的高级品牌跟一般的品牌 真的有差异吗 我必须说 长迪真的还是有蛮多细节 是不为所知的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在这里细谈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询问 我可以拍另外一支影片来讲 有哪些细节需要考量 简单来说就是高级品牌还是有它的优秀之处 所以它的价格真的就是会反映它的那些优秀的设计 好的 所以第一个就是考量预算 再来就是身体的适配度了 那刚刚提到的嘴型啊 手型啊 手指长度 然后手臂的长度 这些都是你可以考量的 所以一定要去店里面试吹 再来试吹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你要考量到第三点 你演奏的需求是什么 好 演奏的需求 其实会决定很多很多事情 比如说你要买什么样子的材质 选购什么样子的规格 需要什么样子的音色表现 你是需要很亮很亮的音色吗 还是你不太需要很亮的音色 你可以根据你的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要怎么样知道你需要什么样子的音色 你可以模拟一下你之后 吹场底可能会在哪些情境下吹 第一个可能就是 你是吹室外的乐队吗 还是你是吹在乐团里面吹 这种情境呢 都是会需要你有很亮的声音的 因为一来是在外面的噪音实在太多了 所以在室外吹的话会需要很亮的声音 另外一种使用情境可能就是 室内的读咒 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挑选 你喜欢的音色就好了 所以第四点就是 根据你的喜好去挑选 你喜欢的音色 不同的材质会有不同的音色 还有不同的吹口的设计 会带出不同的音色 其实演奏的方式也会是一个因素啦 但是演奏的方式就是比较跟老师的学派啊 或者是你本身自己可以表现出什么样子的个人风格有关了 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议题了 好 所以总结来说 如果你是想要继续培养兴趣的一个非初学者的话 以上就是你可以考量的几点 最后一个呢 你想要往专业的路线走 然后以演奏音乐为目标的这种使用者 好 如果你是这种人的话 well at this point 终于终于终于 预算应该不会是你的第一优先考量 因为看来你是很想要在 你知道学长笛的路上 或是学音乐的路上投资更多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花钱的路 想必你应该不会是预算考量为重啊 如果你想要以演奏为目标的话 绝对绝对是以你的需求 你的音色表现 跟你的身体适配度去做优先考量的 所以呢 请去试吹各种不同的品牌 你可以找到的所有的品牌 去感受一下不同乐器的表现力 没有接触过是绝对不知道 那个音色的差异在哪边 所以可以试的就尽量去试 音色表现你需要考量哪些事情呢 就是这些 身体的适配度你可以考虑这些 根据你不同演奏的需求 你可能会需要某一些选配 所以你可以考虑这些 不同的材质啊 不同的规格 或者是不同的选配 会影响到你的场地的价格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价差存在 但是呢 这已经不是你的第一考量了 再来你需要考虑的是一些 比较行政物流logistic方面的事情 你订的这个东西可能是客制的规格 你下订了之后才会开始生产的一个东西 所以交期的方面你可否接受 这也是可以考量一下 你买了之后有没有完善的服务 也是你需要考量的点 尤其特别你已经是专业的需求 完善的售后服务可能就是包含这些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想要知道场地有哪些材质 或哪些规格的话 你可以看这支影片 会帮你更进一步的分析和介绍哦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问我哦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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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